不同人制作岩浆剑 爸爸制作 最近怎么突然就冬天了 这天气也太冷了一点吧 今天正好做把岩浆剑去取暖 首先我们在背包里拿出一把能量剑 接着进入插件库 在道具里面找到能量剑 给它添加一个方块操作 效果类型换成放置 方块类型我们在模板库里找到岩浆 最后点确定就大功告成了 现在我们使用能量剑的技能就能释放出岩浆 是不是非常的厉害 妈妈制作 狗华他爸做的岩浆剑也太危险了 每次释放技能都会伤到自己 我做的岩浆剑就非常的安全 首先打开触发器 点击实践 点击玩家 选择玩家点击方块 接着点击动作 点击方块 选择创建方块 把方块类型换成岩浆 现在我们转换玩法模式 拿出能量键点击地面 你们看地面立马就变成了岩浆 这不比狗华他爸做的牛多了 不同人制作无限水 爸爸制作 今天的比赛我不太懂什么意思 无限水是什么混 水不是到处都有 无限水哪需要制作 你们看这里有一条河 这里面的水我一辈子也用过 妈妈制作 我滑他爸那就是纯纯耍赖 我只需要几个方块和几桶水就行了 现在就让你们看看我的厉害 首先我们在地上挖一个十字架 接着在里面倒满水 然后再用方块把这里给封起来 现在这坑里的水就可以无限用了 虽然我只在里面倒了五瓶水 但是你可以在这里面装出一千瓶 一万瓶水都可以 不同人上学走的路 第一个小爸 小爸太可恶了 记得以前小时候 每天他都在路上 等我给他交保护费 这次我正好可以教训教训他 所以我给他准备的路是岩浆路 正好现在是冬天 让他每天上学都可以边走路 边泡热水澡 第二个黑粉 跟小爸一比 黑粉好像也没那么讨厌了 他们最多也就是耍耍嘴皮子 那我当然要对他们好一点不是 他们走的是我精心准备的第一次路 把他们的屁股好好地擦一下 让他们以后再也不敢喷人了 第三个路人 路人全都是乖宝宝 每次都会把我的视频从头看到尾 不过要是能把关注也点上就好了 那他们走的是什么路呢 那当然是平整的大马路了 希望路人们每天上学都开开心心的 这四个点赞评论的小伙伴 这些个小伙伴可太棒了 经常给我的视频点赞评论增加人气 既然这样我也不能亏待他们 正常走路去学校太累了 我给他们做了一条加速通道 这样上学再也不怕迟到了 Oh my god 最后一个就是我的真爱粉们了 我真是爱死真爱粉们了 无论我做什么决定 他们都无条件支持我 所以这次我要回报他们 我给他们铺了一条长长的轨道 真爱粉们只需要拿出过山车 放在轨道上 不一会儿就能到达学校了 不同人制作鲜花陷阱 爸爸制作 制作陷阱我可太拿手了 保证他们只要来了就有来无回 首先我们打开插件库 在插件库里随便找一个方块 把他的外观模型换成草块 接着点开数字 把他的碰撞类型换成攻击 收拾好以后 我们在地上挖一个这样的大方 拿出草块在中间 再种上一朵花 然后拿出方块复制器和岩浆 把这里家都告上岩浆 最后拿出所有改成草块的方块 把洞给封锁 现在我们的鲜花陷阱就大功告成了 只要有人想靠近鲜花 立马就会掉进设置好的陷阱 让他们有来无回 妈妈制作 狗华他爸那做的也太无脑了 我做的鲜花陷阱 别人来了还以为备设了魔法 首先我们在地上种上一朵花 拿出空气方块把这朵花给围起来 接着打开触发器 点击事件 点击玩家 选择玩家进入区域 把这个区域框选在这朵花的周围 然后点击动作 点击玩家 选择获得状态效果 这个状态选择着火舞级 持续时间300秒 最后转换玩法模式就大功告成了 现在只要有人想靠近花 身上就会立马着火 要是想直接跑过去 就会发现花被空气方块给罩住 根本碰不到 不同人制作无限水 爸爸制作 今天的比赛我不太懂什么意思 无限水是什么混 水不是到处都有 无限水哪需要制作 你们看这里有一条河 这里面的水我一辈子也用不完 那么制作 我滑它吧 那就是纯纯耍赖 我只需要几个方块和几桶水就行了 现在就让你们看看我的厉害 首先我们在地上挖一个十字架 接着在里面倒满水 然后再用方块把这里给封起来 现在这坑里的水就可以无限用了 虽然我只在里面倒了五瓶水 但是你可以在这里面装出一千瓶 一万瓶水都可以 不同人开门的区别第一种 我就搞不懂了 这开门能有什么区别啊 我直接在门前面装上两个赶压板不就好了 这样走过去就能直接开门进去了 简简单单呀 第二种 可是在地上放赶压板的话 那不是谁都能进去了吗 我们直接拿出开关放在门旁边 然后直接启动开关不就能进去了吗 比它的安全多了 第三种 在门旁边装开关 那还不是一样 谁都能进去嘛 你们看 这就是我做的密码门 只有输入正确的密码 这个门才会开 这样我们才能进去 是不是很牛 第四种 连便用的都是什么垃圾方法呀 直接像我一样设置一个这样的触发器 然后每次使用设置的表情 就能直接进去房子里 连门都不需要开 世界上有五种糖 白糖 冰糖 焦糖 烤香糖 还有 世界上有五种煎 吃煎 笋煎 塔煎 心煎煎 还有 从头帅到脚趾剑 世界上有五种啊 撑啊 飞啊 走啊 回家啊 还有 家人谁懂啊 谁懂啊 世界上有五种崩 山崩 雪崩 驾崩 山灵崩 还有 世界上有五种菜 白菜 青菜 甜菜 油麦菜 还有 盘点游戏中的冷知识 第一个 众所周知 游戏中的喷射勾爪 爪到方块的话 就会把我们拉过去 轻轻松松实现飞檐走壁 那么问题来了 喷射勾爪 能抓闪星方块吗 A 能 B 不能 三秒的思考时间 正确答案是A 能 不过虽然能勾住 但是没法站上去 第二个 小伙伴们 我们都知道 游戏中的植物 不管遇到水火 结果都会被破坏 那么问题来了 神圣树遇到水火会怎么样 A同样会被摧毁 B一点P是没有 三秒后公布答案 正确答案是 B一点P是没有 神圣树真是太牛了 第三个 众所周知 如果把水倒在地上 那它的扩散范围是七格 但是如果给它加一格高度的话 那它的扩散范围就会变成八格 那么问题来了 要是把高度增加到五格 它的扩散范围会继续增加吗 小伙伴们好好想一想